好那我想反彈股 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业绩面 其实基本上 昨天我们话讲的很重 其实告诉大家说 其实从选股的角度来讲 你最后你还是要回归到业绩 如果说这档股票 它在反弹 过程它是有业绩面再去做个加持的 我认为可以持续去做个续报 甚至有机会未来再往上去做个 创波段新高 这都是有可能 但是如果它没有业绩面去做个保护的话 我认为反弹上是需要 站在比较挺看挺一点 比如说我们举两档股票为例子来看 像2498的宏达电 其实基本上我们在讲它的一个业绩 这已经不用多说 其实基本上今年以来都是呈现一个衰退 那我们最特别点到说 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做个杀低 那其实基本上我们从那K线 麻烦导播图形再缩小一点点给我们看 大概从今年2月份到目前的图形 因为其实宏达电从今年2月9号 跌破月线之后 其实基本上就是被压得到 完全没有站上月均线 也就是说你目前手中持有 宏达电的投资朋友 昨天告诉你不要杀低 就是要告诉你说 未来如果它有机会反弹到月线 你一定要先站在调节性的一个卖方 因为它的业绩 如果说没有上来的话 这是第一个八档点 因为业绩业绩业绩 最后你股价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那相反的 如果说这张股票 它是有所谓业绩面去做加持的 我认为就站在中长期角度 可以再把它多观察一下 比如说像是5349的先锋 其实这个波段跌幅非常非常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先锋 为什么这波跌这么重 因为它5月份公布出来营收 是6.51亿 比去年同期衰退了1.21个百分点 衰退1% 结果股价大跌 累积1到5月份的营收 37.6亿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18.18% 其实今年前五个月 业绩还是往上成长的 不过5月份是小幅度去做一个衰退 就股价大幅度去做衰退 那我想其实基本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具有业绩面加持 因为其实在今年下半年 伺服器跟网通的一个需求 还是往上去做成长 我认为就PCB 以台湾的一个厂商来做观察 先锋这个部分出货量是比较高的 这个地方可以持续做留意 也说今天跌升反弹 有的股票我认为反弹起来 要去做调节 但是有的股票我认为反弹之后 如果说业绩持续往上去做成长 续报就可以了